同样是台风 汉光演习 有一些细节 今天我们把一些重点拉出来 因为帅将军在现场 我们要特别请帅将军来看看 这些重点看起来有没有过时 因为很多我们在过去节目中 都已经讨论过很多 现在这个在俄乌战争之后 现场整个战场上的态势 大规模的转变 无人的武器 无人机 所以传统弄固定式的火炮 不会被一枪击灭吗 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台风天当中的汉光四十号演习 那二十二号开始五天四夜 这是赖清德上任之后 在孤立雄主导之下的第一次 那当然这个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我必须要讲身为在台湾 我们当然希望台湾有坚强的防卫 那这一次汉光四十号演习 号称有很多改革性的一些举措等等 是不是能够符合现实 改革了哪些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贾昂迪没有挑明 不过当然讲的不就是解放军吗 要不然还有谁呢 那所以呢我们的金防部有个演习 就是流炮时兵时弹射击 240公里的巨型榴弹 精准命中目标区 我常常讲我们辣碗报的责任 就是把各方的讯息 西方的啦大陆的啦台湾的啦日本 通通集中起来给大家看 让来宾去评论 你有你自己的思考 有自己的判断力 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不能就告诉我们 哇我们精准目标区 所以开战的时候 我们也会命中目标区 是这样吗 所以要不要从我们的贾昌迪 另外一方的角度来看 其实很多大陆的军事博主 都非常的关注 我今天就看到 来特别是针对 这个巨型流炮 导播给一下 的这个所谓的精准命中目标 这位是大陆一个军事博主写的 他看到之后 他觉得很震惊 监防部的炮兵部队进行了这个 巨型榴弹炮的演练 那这种固定炮 请问你们台军觉得有机会发射吗 作为现代战争 这种根本移动不了的炮 能够扛住几发火箭弹 如果打仗 这门炮大概率是第一时间就被 无人机这个巡飞弹等等 给他干掉了 所以是不是呢 他是一种固定式的 那当然啦 他是有很讽刺 有收藏价值 保护好 来做观光使用等等 这是第一个 大家看 对呀 你记不记得 在现在的俄乌战场上 这个无人机 很多无人武器 像这种固定式 还有人讨论 甚至可能坦克的角色 就跟都跟过去不一样了 那另外就是回去 这些很多重点 包括战力保存 从西部转往东部 但衰央军记不记得 在过去大陆几次 像这个航母放在这边 他们舰载机在这里 东部保存 还有可能吗 顺着这个战力保存 一起来讲的是 境外物资的转接 记不记得 解放军上次的军演 才是这样讲 你台独都别想跑出去 更不要说境外物资的引进 另外还有去中心化 因为假设第一集之后呢 全岛断网 没有办法联系 所以呢连掌 就有 击发导弹的决定权 是不是部队开火权 指挥权下放到部队当中 这几个重点 帅将军点评一下 首先先解释一下 这个二十栋的巨炮 二十栋巨炮 跟一五五加一五流 那么二十栋是在 泰晤山上固定的一个 地库里面 但是它虽然是不能移动 但是它左右转角 可以在九十度里面移动 还是可以打到对面很多地方 因为这个炮射程很远 弹头威力很大 要在现代的战争里面 它的确受到很严重的威胁 比如说敌人的导弹 敌人的无人机 但是这个炮 它还是有它一点作用 因为以前八二三炮战的时候 它曾经发射过 造成厦门很大的震撼 认为是核子武器来的 因为它的爆炸力实在是惊人 但是这个武器 大概在全世界 也只有我们这边有了 因为年岁不小 但是你不能小觑 它的威力是有的 那问题这个东西 是不是在战争里面 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不一定 但是绝对给对岸 是一个比较 shock式的一个轰击了 因为它爆炸力太大 那这一次射击 我相信没有 不要讲什么精准 进入目标区 因为这种试色 它可能不会装性管 你难道想引起 引起两岸的炮战吗 那就是说 它标定在一定的距离里面 达到海上 就算是进入标准区 基本上讲起来 它已经不是 金门保卫战的决胜武器 但是它既然有 摆在那里 它也可能产生 心理上的作用 第二个讲 汉光延徐 不错 因为现在战争形态 完全变了 我很早在 很多电视台里讲 现在不是 以前的渡海作战 所以我们要面对 很多海空的打击 那这个问题的话 他们本部当然讲 我是非常赞成 不要搞形式化 不要搞形式化 早该如此了 但是它现在 演习的科目的内容 跟大概五天事业 我讲就像 我们很多年纪大一点 都知道 我们当年叫做 陆军的营测验 长途的行军 加一些科目 但这次做什么东西呢 你要知道 台湾很多基地营房 是平时住的 到了打仗 要进入战术位置 这个战术位置 可能有十几公里 也有几十公里的 那你这个部队 从营房里面 紧急集合 比如说全副武装 到达你作战位置 要相当的时间 也要相当的准备 譬如说 我们出去打仗 一个营就要带 四天到五天的 作战的激素 那你就不是 小鼻子上带 四十八发子弹 你可能带好几把 那就要放到车子里 那运输车辆够不够 第二个 我觉得我们 常年有个问题 每个部队 像部队营也好 它就应该有收缩车 自从以前 搜索车都报废了以后 是不是要 我们要加强 第一个 你要知道敌人在哪里 阻力在哪里 你才能决定 你下一步的行动 所以未来 我们的防卫部队的 搜索能力 增速能力要增加 今天买不起很贵的 坦克车的话 摩托车也可以 至少你能掌握 登陆的状况 我这个是给 国防部一个参考了 第二个 进入战术位置 还有一大堆问题 你动员的部队 在哪里集合 在哪里领取武器 在哪里 接受干部的领导 到达你要作战的位置 作战的位置 战壕啊 什么铁树啊 你是不是来得及架 这个都要去演练一下 这个不是 黑板上画画的 那就算了 第三个 我们也看过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 你看美国的M1 A1 Ablon坦克车 都被那个 屋顶的炸弹给炸了 对不对 暴式战车也被炸了 俄式的战车也被炸了 你现在看俄国 坦克车上面 都盖一个天蓬 对 他就希望 直升机的炸弹 提前引爆 就不会 那我们的战车 年纪比他们更 乌克兰战场更老 装甲更薄 是不是要赶快改装 我们面对的是 中国大陆的上万的无人机 大疆是他手上 你说他要做多少无人机 做不出来 所以我们那时候 可以面临铺天盖地的 这个无人机的轰炸 我们的坦克车能不能存活 那你现在不做 你看 你参考俄罗斯 上面都做了很多 遮蔽的东西 有的还带一个屋顶的铁盖子出去 这就是说你必须要改装 这个现在就要做 你不做的话 我们坦克车将来可能一步都活不了 第三个 所谓弹药补给 上次不是民众在反对 叫公庙当弹药库吗 我是赞成的 因为战场上 不要说公庙 小学高中都可能啊 战场走到哪里 它的补给点就会开到哪里 那个时候你还在乎什么 危害到公庙 你打起仗来还有人来拜拜吗 打起仗来学校还会开课吗 台湾很多学校是根据战略 日本人日据时代的老学校 很多都是根据战略重点的位置 像我年轻的时候 行军到哪里 晚上一叫校工一出来 校门打开 让你进去 这是很好的一个传统 现在快没有了 那现在也要养成 我们住校的人员 随时要开放 因为打仗是没人上学了 可是军队需要 这个时候你不能什么拿民 扰民这种人来反对 我觉得民众这个要支持 第三个最大的困扰是海军 海军在港口里也是被炸 到东部苏婆区 现在苏婆区已经被封锁了 我们以前的苏婆区要从苏澳港 或者是从左英港绕到台湾东海岸 进入太平洋或进入日本海 那现在人家山东舰常常在那边 还摆了好几艘055 054在那个地方看的 你出不去了 出不去你还是一样在敌人空军 跟敌人舰队的一个打击 所以我是不知道国防部现在如何因应 以前我在国防部出去跟海军将领吵架 你跑出去干嘛 跑出去被打一次 回来又被打一次 仗人打完了 我说就留到港里出去跟人家拼了嘛 一拼到底嘛 至少我跟你讲 一个军事将领啊 不管打赢打败 他把手上所有的物资都用到了 用到了要害的地点 就算打败你也是成功的将领 还没打 你就丢盔鞋架就解决了 这个很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时候海军倒是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了 第五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面临战场的急救 我们有没有动员到 很大的医疗设备 抢救设备 这些都要准备 不过怎么讲 这个起手是我是认同的 不要做行事化 但是又免不了要表演下去 来请得看看 这也是老毛病不改 我也希望国军就改 你不要看长官来看 要看你带他到哪个地方 有演习就看 精彩不精彩不重要 是领袖三军同裁 到了现场就鼓舞士气嘛 何必要就等到飞机去表演 我觉得这个不必要 我想整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都呼吁 以前那一套固安作战计划 全部要改 你不改 你根本没有办法面对 未来的战争形态 如何存活下去 这一点啊 重点不是看表演 作战计划是根本 这个计划是 教导下级的指挥官 在你去中心化的时候 他心里有个底 我们以前好不成 给我们上军事课的时候 你要有全程的作战构想 纵然指挥中断 因为你有全程的构想 你会自己主动发起战争 所以说你这个去指挥练 是一回事 但是全程作战的构想 你不能不让下级指挥官要了解 这个是要在军事教育 军队训练 跟军团里面各级要做 不断的兵提推演 让你知道我带了这600人 在这个地区我要干什么 要不然的话失去指挥了 胆子小一点我就装死了 那这个战还能怎么打 所以既然你要去中心指挥话 不是讲一句切断指挥练 就是去中心指挥 你每一个各级干部都知道 我在这个战场扮演什么角色 我下一步主动该做什么事 然后怎么样恢复联络 不能说从头到尾不联络 这些事情很多了 但是我今天看了 很好的一个起步 加油 不要做表演 好好做 帅阳军加油 当然帅阳军是从军事的角度 军人的气节出发 没有错 在战时的时候 很多民众的顾虑要拿掉 什么扰民那些都不存在 但重点就回来了 就是说我们台湾这一代人 都没有战争经验 也没有迎战的意识 那我们就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呢 对不对 为什么要呢 没有错了 真正到了那个节点 你也只有拼了 但我们可以共同共融 对不对 共存共融 那为什么要呢 那当然就回到了这个问题 在赖清德身上 所以苏琪讲 马亮 台湾唯一的自救方式就是谈 谈坐下谈 可以谈得出一些解方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